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在解读起来的时候每个嘉宾也有他不同的视角 不同的层面去解读 所以请大家珍惜每一次我们嘉宾讲座的机会 针对公司税的问题 如果你有问题 今天可以抓紧时间 在Ivy讲座之后提出来 我们请Ivy跟我们现场进行一个交流 好吗 那么下面我们就把屏幕交给Ivy 请她跟大家进行一个自我介绍 然后开始今天的讲座 Hello Yuki你好 你好Ivy 村长你好 大家应该看不到村长在这里 房东网的朋友们 大家晚上好 很开心的又跟大家见面了 就像Yuki说的是 那么小企业的事物规划 是备受关注的一个话题 而且最近非常感谢房东网 给我们搭建这个平台 这样不同的嘉宾根据自己的工作经验 和不同的角度 从各个的层面来 跟我们大家一起来分享 小企业税务规划的一些常见的问题 在正式开始讲座之前 我先做一下自我介绍 我是Ivy Song Senior Financial Advisor 资深理财顾问 我是2000年移民加拿大的 移民加拿大之前 我本科学的是物理 研究生读的是法学 但是2000年年底来到加拿大的时候 正赶上Docam风暴 就是互联网泡沫 经济非常的不好 所以说我就又回到了学校 读了Financial Service的专业 2004年4月份毕业 非常的lucky 就进到了Scotiabank 做Financial Advisor 这个Financial Advisor 在Scotiabank一做就是10年 在这个10年期间 我主要是做个人和小企业 这些的Financial 一些Financial方面的一些Management 可以说我做的贷款 个人的房贷 从新屋的买卖 这个Bridge Loan New Construction Loan 企业的小企业的Equipment 的贷款 用这个Business Account的 这个Cash Investment Portfolio 做迪安的贷款 加总起来应该是上千个了 上千个了 同时呢 做Musual Fund的投资呢 应该是 我不知道的有多少 上亿应该是有的了 经常是一个星期 就是两个Million的投资 但是2014年1月1号的 2014年 2014年的第一个工作日 在这个Source Bank工作了10年之后呢 我就觉得要开始做自己的这个Business 希望自己呢 能有更多的发展 所以2014年第一个工作日呢 我就拿着辞职信上的班 然后呢 从银行这个 这个Field呢 转到了这个保险这个行业 从2014年开始到现在呢 我也值得在CityStar Financial 继续做Financial Advisor 目前呢 我是注册的财务规划师CFP Certified Financial Planner 各取资产传承规划师 Chartered Life Fund Director 也是呢 全球百万云桌警监会员TOT 因为我们是代理 所有保险公司的产品 目前呢 我是SunLife的战略合作伙伴 也是Miner Life的这个 经营的顾问 我自己呢 有一个小的公司 HR反难手 農聚金融 之所以起名HR呢 是因为我这么多年 我经手的客户呢 应该是 数以千级的客户 深深地感到 就是以人为本的重要性 所以呢 就取名了HR 同时呢 这个H和R呢 也是我先生和女儿的名字 也是对家庭的一个责任 目前呢 我也带领了一个team 有35个advisors 好的 这个呢 就是我自己的 这个大概的情况 今天呢 跟大家分享的这个话题呢 是小企业的税务规划 Private Corporation Tax Planning 今天的这个讲题呢 主要分了三大块 一个呢 就是个人和企业的税务常识 然后呢 就是这个税务规划 我会跟大家分享七个 小企业的税务规划 然后呢 用一个案例呢 来跟大家呢 来总结一下 今天的这个知识 在正式开始讲座之前呢 有一个免责声明 就是今天的呢 大部分的内容呢 都是根据专业的书籍 我工作中的实际案例 税务局 Service Canada FP Canada 等官方网站的整理而得 进行讨论 不作为法律和税务建议 输入之处呢 也进行大家的谅解和执政 好的 那我们就正式开始 今天的讲座了 那么对企业主 任何一个企业主 你跟他们聊天的时候 他们面临的共同的问题 就是我刚刚创建企业的时候 我如何生存下来 我怎么样能够不被淘汰 我怎么能够在这个领域站住脚 那么站住脚说就是我要盈利 对 那么在盈利的基础上 我怎么能继续的发展 发展这个开 第一个 第二个 第三个 从这个省开到另外一个省 甚至开到全球的这个企业 然后呢 就是一个传承 任何一个企业主 都会面临起的生存 盈利发展和传承 这四个问题 那么在运营的过程中 也会遇到 就是我企业的钱 怎么能够成为自己的钱 我企业的钱呢 怎么能够少交税 我企业的钱 能不能够给自己提供一份退休金 我企业的钱 怎么能够传给孩子 而不是让税务局 成为最大的受益人 其实呢 这些问题呢 你觉得它很高大上 其实呢 如果把企业改成个人 它的思路呢 是完全一样的 比如说 我个人 我怎么样生存 我怎么样能在我的这个领域里面 不断的发展 我怎么能把我个人积累的资产 传承给我的家人 我个人 我个人的钱 怎么能少交税 我个人的钱 怎么能够让我一辈子退休无用 我个人的钱 怎么传给孩子 所以说这个思路呢 是完全一样的 好 那么我们在这个正式开始之前 我想跟大家做一个测试 我看到了 我知道今天的这个 Zoom的现场有一些 有一些朋友 我想问一下 加拿大有几个税务主体 有几种税务主体 大家呢 可以在这个chatbox里面 key in你的这个答案 我看看大家这个基本功怎么样 加拿大有几个税务主体啊 三个 我看到有一个朋友的回答 三个 非常的好 非常的好 加拿大呢 有三个税务主体 你看我变成了这个 它就不动了 等一下啊 我这个PPT啊 不翻页了 加拿大呢 有三个税务主体 那都是哪三个税务主体呢 也就是我们常常报税的时候 说的这个T1 T2 T3 看一下 你要不要关掉那个PPT 再重新打开一下 对 看来我要重新再share一下了 这回能看到吗 哎 好了哈 加拿大呢 有三个税务主体 也就是说我们常常说的T1 就是个人 我们每年的4月30号之前 要报税 报的是T1 General 然后呢 税务局给我们的一个confirmation呢 就是 NOA Notice of Assessment 那么公司呢 在公司年节呢 这个6个月之内 要报税 那么它都报的是T2 我们会说公司呢 我们常常就 无论你贷款的 或者怎么样 你要的是T2 General 那么公司呢 有它的NOA 那么第三个就信托 信托报税呢 就报T3 所以说呢 加拿大呢 有三个税务主体 那么三个税务主体 是什么意思 就是在税务局眼里 你个人的 在税务局眼里 我虽然有我的公司 HR Financial 我是百分之百的持股 但是在税务局眼里 你公司里的钱呢 并不是你个人的钱 并不是你个人的钱 那么第二个问题 那么就是公司的钱 怎么样才能拿到 个人手上呢 我自己的HR Financial 这公司的钱 在我眼里 它就是我自己挣的 对吧 那就是我自己的钱 那我能不能随便 从公司拿钱呢 答案是NO 对吧 那么公司的钱 怎么能够拿到 个人手上 有几种方式 大家可以把这个 Answer打的 这个Chat Box 我看一下 如果没有人参与的话 我就直接给答案了 那么从公司到个人 有一个我看一下 Dividend 发分红 非常好 我知道了 我一点了这个Chat Box之后呢 我就没法动我的这个PPT 好了 从公司到个人呢 只有两种方式 只有两种方式 首先公司的钱 不是你个人的钱 在数据园里 不是你个人的钱 那么你公司的钱 到个人手里呢 只能通过两种方式 要不就给自己发工资 那么你最高的边界税率呢 就是53.53对吧 要不呢 你就是发分红 所以说呢 好 我们知道了哈 加拿大呢 有三个税务主体 那么从公司和个人 这个之间的这个钱 要想出来的话 是逃不过这个工资的税 或者是分红的税 好 那我们现在就正式 开始今天的讲座了哈 那个人的税务的基本常识呢 也是老生常谈了 但是呢 值得我们每一次呢 都好好的去 去看 这个呢 就是下面这个表呢 是2022年联邦和安省合并的税接和税率 2022年啊 Federal和安省合并的税接和税率 什么意思呢 好 那么就是说 这个下来我们看了 就是说你应纳税的这个收入 有多少个税接呢 所以我们加拿大的这个个人税的特点哈 就是有13个税接 13个税接 就是你挣越多 你的税率呢 就越高 如果你的收入只有1111141 去年哈 2022年11141 那就不用缴税 如果你是10万的收入的话呢 那你就是编辑税率就37.91 如果你占221709的收入 那你的收入就到了最高的税率 53053 所以说13个税接 你挣的越多 你交的税就越高 那么同时呢 就是说编辑税率 有人说 53年53 我没有交那么高的税啊 对吧 那么就是 你每多挣1块钱 你221708的时候 你是交49.91的税 你多挣了1块钱 多挣的这个1块钱呢 你有5毛3交给了税务局 这就是编辑税率 编辑税率 那么好 还有常常我们大家面临的 就是平均税率 也就让人说 我没交那么 53的税对吧 我10万块钱 大概就交2万块的税 那么其实就是一个权重 一个权重 如果你的收入非常的高 50万 那你更多的收入是在高税率交 你平均税率就高 如果你说我收入呢 就10万 你更多的钱是在低税率交 你平均税率呢 就低 所以说呢 个人税务呢 就是说13个税接 有编辑税率 你每多挣1块钱呢 你就要跳到了更高的税 更高的税接去了 所以我们经常做我们small business owner 对吧 经常就是说 如果我的收入是15万5 是15万5 我能不能想办法给它降到10万下来 降到10万下来 降到10万下来 你的税率就低了15% 好 第二个呢 就是说我们除了我们的这个 去工作赚的钱 我们还有一些投资的收入 大家要注意呢 你的利息 你的利息 跟你的这个 T4的收入呢 是完全一样的啊 你挣1块钱的利息 你9个按照 跟收入的税接是一样 但如果是capital gain 和这个dividend 它的税率呢 是不一样的 是不一样的啊 也就是利息呢 是百分之百记住你的这个 个人收入纳税 资本利得 比如说你卖房子的收益 和你股票的收益 那你的资本利得呢 是一半 一半啊 放 积税 我们经常说 capital gain的这个 这个rate啊 这个election 这个rate是50% 所以你要从这个税的这个 看来就看半了啊 dividend呢 会比较复杂一些 因为dividend的话 分成四种 我现在呢 只说两种 在这个税表上的啊 eligible和ineligible eligible呢 就是大公司啊 比如说上市公司 或者你的小企业的收入超过50万的 ineligible呢 就是说你not eligible for higher not eligible for higher tax credit 就是ineligible 好 那也就是说 我们有我们有工作的收入 T4 我们有投资的收入 利息啊 这个capital gain和这个分红的收益 利息呢 100%纳税 这个资本利得呢 50%纳税 分红呢 根据分红的企业的来源 有不同的一个算法 所有加总起来 你要一起来报税 一起报税 好 现在我们就做一个题哈 假如说你这个人呢 已经到了22221709的最高税级了 其实我有一个客户 他是一个眼科医生啊 他的年收入是84万 84万 他每次交关税就剩40多万了 好 那么假如说他这时候又做了一个 1万块钱的投资收入 那么税后还能够上手 上到手里多少钱呢 那其实呢 这个就要看你这个收入的来源 如果你是利息 如果你这个1万块钱是利息 那你肯定就减掉了 53.53对吧 那你就上了4600了 如果你是capital gain 你卖股票 挣了1万块钱 那你呢 就上了730014 远远超过你的这个利息收入 如果你是eligible的分红 和eeligible的分红 分别呢 是拿到手里这么多 所以说呢 当我们在做投资的时候 你想得到的钱多 那你就要想 你是做什么样的投资 你是去买一个 分红型的 分红型的股票 对吧 比如说我们 这个加拿大的这个大银行 对吧 还有hydroone 对吧 这个非常典型的这个 完成股 对吧 它呢 可能股票 股价不怎么涨 但是分红非常好 你产生了非常好的 这个分红收益 或者说你长期跟踪一个股票 能够赚钱之后卖掉 那你得到手里也多 那大家想 没想过 有没有可能说 我这个1万块钱投资 投资收入税后 就是1万块钱呢 这个如果现场的话 可能就更方便 在这儿的话 可以说 那如果你这1万块钱的收入 是放在免税账户里面 放在免税账户里面 那你当然就是 投资收入 你赚1万 就是1万块钱 所以说呢 对于个人的这个 理财来讲的话 你做投资的情况 你首先选 那些不用交税的 比如说你的资助房 不用交税 对吧 你如果能够最大化 你的资助房 please maximize 你的这个最大化 你的资助房 免税账户 你这个空间 有多余的钱 首先去做这个免税账户 当然今年呢 又推出了这个 First Home Savings Account 对吧 一年 多少钱呢 4万 一年8000 总共5年 你如果是没有买过房 第一次买房 也可以把那个 maximize RSP那是另外一个话题 对吧 好 这个就是个人税务的 基本常识 13个税阶 边界税率最高 53.53 你不同的利息 capital gain 和这个分红的收益呢 按照这个来源呢 有不同的算法 好 那么公司的基本常识 税务基本常识呢 其实呢 比这个个人的话呢 看起来呢 表简单的很多 但实际上 有很多 也是不少的 首先呢 就是说 它分两种收益 先说两个基本概念吧 一个是CCPC 在这个表上 CCPC什么意思呢 就是Canadian Controlled Private Corporation 也是我们今天晚上 整个讲解的 小企业 小企业说有规划 我们说的小企业呢 指的都是CCPC Canadian Controlled Private Corporation 比如说 我是加拿大人 我占我公司股份的 51% 也就是说 我Control这个公司的 Voting 对吧 那么我还没有上市 那我这个公司呢 就Qualify CCPC Canadian Controlled Private Corporation 如果说我的合伙人 他是一个Visitor 大陆来的人 对吧 他有非常大的资金 注资了我这个公司 他占的股权 是51% 那就变成了 他Controlled了 就变成Foreigner Controlled了 那就不满足 CCPC的这个条件 所以CCPC 就是Canadian Controlled 没有上市的 这个公司 对于CCPC的话呢 税务局呢 给了一个税务优惠 叫Small Business Deduction Small Business Deduction 是什么意思 是从哪儿 Deduct下来 是从你的高税率 Deduct下来 那么这个高税率 是什么 就是说 对公司来讲 它的收入 跟个人一样 我们个人去工作 我们是T4的收入 我们做投资 我们做投资 是利息 Capital Gain 和这个分红的收入 那么公司呢 也是一样的 我每天 努力工作 对吧 我这个进行 运营生意 那么就生意的 运营收入 也就是这儿 Active Business Income 那么我这个公司里的钱 我给它做成投资 那就叫Passive Income Passive Income 所以说两大块 一个是主动的运营收入 一个是 被动收入 Passive Income 对主动运营收入来讲的话呢 它只有 它是一刀切的水率 一刀切水率 不像个人分成13个台阶 那么公司来讲 无论你是挣5000块钱 还是挣5万块钱 还是挣50万 只要不超过50万 你的税率都是一刀切 12.2 12.2 12.2 它是 也像我们常说 Small Business Deduction 如果你的这个公司的运营收入 超过了50万 也变成了一刀切水率 那么50万以上的 都是26.5 26.5 也就是说 Fedra是15 Antaral是11.5 加总26.5 如果你是 Small Business 那你就从这个 26.5呢 给你Deduct下来了 有多少 有多少的这个运营收入 可以少交税呢 那就是50万 你可以交Fedra交9% 安省的交3.2 加总税率呢 是12.2 好 这就是主动的运营收入 那么 那么好 如果我们公司赚钱之后呢 我们在公司里面做投资 就是 Investing Income 就被动的 Passive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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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Income的话呢 税率呢 非常的高 就是说利息收入呢 直接跳到50.2 比个人 还要高一点点 甚至 资本利得 25.1 分红收入 如果是Alligable 那是38.33 这分红收入 比较复杂 我只是举一个例子 所以说呢 从这个税率上来讲 大家看到了这个公司的基本常识之后 你会想什么 你会想 你如果根据这些知识点 我应该做什么样的税务规划 好 我们来看一下 那么刚才说了 个人呢 和这个公司呢 之间呢 是两个税务主体 那么如果个人的税率 最高是53.53 而公司只有12.2 那么是不是 这个 每个人都会去成立公司去了 都去交那12.2的税 都不去给别人打工了 对吧 那么税务局呢 就为了 让你这个50万的税前利润 无论你是哪个渠道来的 最后呢 都要一样的话 它有一个税务一致性 我们来看一下 假如说我涨了50万 是我的个人的收入 我们都知道了哈 个人编辑税率 还有一部分呢 是公司 那么如果是个人的 你分红 你分红出来的话 分红 你是salary 发工资 或者是发bonus 都是bonus也是salary 都是53.53 那么你按照这个 average税率来讲 你税后呢 还剩267 882 26万7 如果你说我这50万呢 我是公司的 公司的运营收入 那么我在公司的话呢 只交12.2的这个 这个低税率 对吧 那么我留在公司的钱呢 就是43.9 税后利润 看到这儿的时候 大家会不会就是 像我刚才说的是 我们都不去上班了 对吧 我们都去自己开公司 我虽然挣的少 但我交的也少 对吧 那么好 Unfortunately 两个税务主体 如果是公司的话 你公司的钱 并不是你个人的 两个税务主体之间的钱 如果想出来的话 必须再通过分红出来 那么就是说一次性 如果是我今年特别需要钱 我有大额的支出 我必须把这钱分出来 那就变成一次性股东分红 那么编辑去领续 47.74 那么大家会看到 那么就公司运营 50万的这个利润的话 交完公司税 这个是 这个是net income before tax 就是说我假如说 我这个 这个总共的 今年的这个sales是100万 我刨去了所有的费用50万 我还剩了50万 没交税 这是 before net income before tax 你会发现呢 你个人的手下 手上的上到26万7 公司的上到26万8 基本上是一致的 这个呢是加拿大税务体系的 一个foundation 就是税务一致性 税务一致性 就是说了 就是remove这个difference in tax payable 就是让你这个一样的 你不能不一样 你这边上26万7 这边上了 43万9 那就不行 对吧 所以说这个税务一致性 是怎么样来实现的话呢 就是通过公司的双重征税 也就是说 税务这个tax 这个税务一致性 integration呢 是它的这个税务的foundation 它的foundation 那么为了实现这个foundation 那么在不同的tax entity之间 那么在公司呢 就会存在双重征税的 这个问题就出来了 我每一个公司的这个owner 都在想 我怎么能少交税 我怎么能把这个双重征税 给它打掉 对吧 好我们就来看 那么既然公司有一个双重 为什么大家还都去成立公司 我们常常说的这个三个D 第一个是deductible 那么就是说 我公司的运营费用 我公司的运营费用 可以抵达 比如说我可以 给自己开工资 对吧 开个差不多的数 然后呢 我可以给别人开T4A 如果我女儿的话呢 差不多的话 我可能也给她再开一个T4 对吧 我这个办公室啊 我可以做一个 买一个办公室 对吧 我的加油啊 我这个车的折旧 我professional fee 我多出几趟差 我打两万块钱的广告 对吧 我打电话 我出去吃饭 我的利息 就是说水电费机 税管理费等等等等 都可以当成我公司运营的这个费用 公司运营费用 经常有这个客户也说 我吃喝辣酸水 全都放在公司里头了 当然了 你也要注意 你的这个费用 跟你的这个revenue的这个比例 是不是在税务局的这个范围之内 不要因为你deduct太多 一下子的话呢 有一个flag出来 就像我的会计师说 哎呀你这么大的sales 你吃几万块钱的钱 没有问题 那你再吃饭再多那就有问题了 这deductible 第二个呢就是deful 就是延税 像刚才说的 我50万的这个公司的这个运营收入 对吧 before tax 我交班了12点 我还剩43万9 我可以不一次性发出来 我干嘛一次性发出来 对吧 我可以以后往延税 然后呢 这就是我可以分摊 我可以分摊 我可以适当的给我的家人 发一点工资 分摊 最后呢 当然就是一个风险控制 一个资产隔离 我们说incorporate的都是ltd 对吧 就limited的这个 这个这个tax这个liability 这样的话呢 你就会有效的 把你这个公司运营的风险呢 跟你个人的资产呢 隔离开了 我们经常也开玩笑 对吧 我公司所有的资产 就是我这一个电脑 那么我出了事 就把一个电脑赔给你 就得了 不会阴森到我个人的豪宅 对吧 这就是一个风险控制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下 这个deful 还是刚才运营收入 对吧 如果你个人一次性啊 如果是个人收入 你当年就必须 都有一次性交税 省26万7 如果是在公司下面呢 留存公司12.2之后 我们省43万9 43万9 如果你不是一次性啊 这个风风出来 你可以分成四年啊 或者是分给四个人 那你税后呢 就省了36万 就比刚才呢 多了十万块钱 这个呢 就是deful 也就是说 你成立公司 你成立公司 有什么好处 就是说你公司税后的收入呢 你可以呢 根据自己的需要 有一个税务规划的空间 而不像个人来讲的话 一次性 你就realize 你交给税务局了哈 所以说公司呢 有一个 这个referral deferral和这个 divide的这么一个空间 税务规划的空间 但是呢 这个税务规划的空间呢 在2018年1月1号 生效的这个 公司税贷里面呢 被大大的减弱了 说的是非常之清楚 非常之清楚 十几岁以上的啊 18到20岁之间的孩子 和25岁以上的 18到24岁的孩子 一般的都是在 都是在上学 你怎么能够证明 你远在 另外一个省的孩子 或者说远在 呃 这个这个 n多个小时 开车以外的 这个学校的孩子 他怎么能够 laborly control 你的这个business啊 continued 还是labor control 对吧 25岁以上的人 你说我的爸爸妈妈 我也想给他们分红 他们是asset contribution 他们是在你的公司 注资了没有 所以说 如果你敢给自己的孩子 发工资 或者给他们发分红 那么税务局呢 就会有一个 有一个testing 有一个 你过不了这个testing的话 你个人的 个人的这个 发工资 那就个人最高 你发的每一分钱的工资 就按个个人最高税率 53年53 如果你发的分红 就个人 就最高税率47.74 我们把这个叫toshi toshi 为什么叫kid 他这个名字 什么叫kiditax 用于所有加弹成员 kiditax是17岁以下 就是未成年人 过去的你说 未成年人 如果你敢给他发工资 发分红 那就按个人最高税率 那么2018年1月1号之后的公司税改呢 就是说你所有的人啊 都按这样 跟小孩一样啊 就就是按这个最高税率征税了 也就是说 你我们这个公司呢 这个税务官号的空间呢 在2018年1月1号之后 税改之后呢 被减少了 像我过去呢 给我爸发分红 给我妈发分红 给我闺女发工资 对吧 一年这个二三十万就出来了 对吧 2018年1月1号之后 就没法发了 你这钱就可以堵到公司里头了 这是一个税改 第二个税改呢 就是说 留存收益进行投资 过去的 比如说 他有一个 我们都说 哎呀 这个small business deduction 这12.2 这个税率实在是太好了 我有50万的话 我只要给他控制 控制在50万之内 我都有 都是12.2 但是 2018年1月1号之后说 如果 你的被动收入超过5万 你每多一块钱的被动收入 你这个small business deduction 就减少5块钱 说起来很绕 举个例子 如果说 我的运营收入是50万 那么我就是12.2的税率 我呢 交6万亿的税率 然后同时呢 我公司有一些 有一些这个 return earnings 对吧 这个结余 我呢 去做了一些 比如说 我放了一个 私募基金 对吧 我挣了5万块钱 那么利息就利息吧 就按50.17交税 我也认了 对吧 我公司的总的负税呢 是 总的负税呢 是8万6 8万6 同样的公司 我的运营收入呢 还是 50万 只不过呢 我公司的这个 每年的钱呢 发分红发不出去了 发工资发不出去了 我呢 这个 留的钱就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的话呢 我这个利息收入就越来越高 从5万变到了15万 大家会看一下哈 你这这时候 你公司的运营收入的税率呢 就从12.2 跳到了18.2 你这个small business的 这个deduction的这个 空间就没了 从12.2 跳到了8.2 你多了 多交了6%的税呢 就多交了4万块钱的税 那这个利息的话 你交了7万5 总合并税率 公司的总税率 是16万6 也就是说呢 你被动收入 你多挣了10万块钱 从5万的利息收入 变到了15万的利息收入 你多挣了10万块钱的利息 你多交了8万块钱的税 多交了8万块钱的税 也就是说 在公司名下 你做利息的这个投资的话呢 应该说都是给税务局打工了哈 这个呢 是2018年1月1号 两个税改 一个是公司的钱 不让你往外分 第二个呢 公司的钱呢 不让你进行投资 那你公司的钱呢 想让你干什么呢 显然就是扩大生产 对吧 去雇人增加你的这个规模 多贵收入局的上税 多雇人呢 这个 给加拿大这个政府的GDP做贡献 对吧 这就是税务局的这个意思 好 那我们就来看一看 当我们知道了这些 small business deduction 你税务规划的 number one 就是making the most of small business deduction 这其实呢 是一个公司税务架构的问题 就好比我刚开始出来做公司的时候哈 我家老公呢 他有自己的公司啊 他是IT的consulting啊 然后呢 我的会计师当时就说 哎呀你干脆就在 你也不用成了一个公司了 你就直接在你的这个老公的这个业务上 做一个amendment 对吧 再加一个consulting的这个 这个业务范围 就是financial service的这个 我说千万不要啊 千万不要 为什么 这个夫妻俩 夫妻俩 如果他们是交叉持股 持有两个公司 那么他们就只有一个 small business deduction 如果说这个夫妻俩 他各自扯 又hold自己的公司 那么他们就有两个 50万的small business deduction 就像我刚才举的例子 我老公有他的公司 他的利润如果超过了 他的利润如果是50万的话 他就交 交这个12.2 我的如果也是50万 我也交12.2 对不对 如果把我们俩搁一起 那好了 他50万我50万 那变成了有一个人 要交26.5的税了 所以说这就是 最初始的公司架构 今天的不讲细节 大家就记住 交叉持股超过25% 你就变成了要share 这个50万的small business deduction了 那么对家人来讲 最好一个人成立一个公司 现在我们家女儿 有她自己的公司 所以我们是三个 small business deduction的 这个额度 千万不要互相持股 当然在成立的时候 可能是想 哎呀我这个报一个税 一个公司税 我简单 然后我可以给两个人发工资 我可以解加大费用 但是呢 因小失大 失掉了这个12.2的 这个 这个small business deduction了 这个税有规划 number one 就是small 这个50万的 这个small business deduction 好我们来看一下 再来说一遍 好我们刚才说了 这个公司的税后利润 你只能通过47.74来发到个人手上 大家是大家想没想过 我有没有可能不交这47.74的税 我能不能少交点呢 我能不能少交点 这个呢就是我们的税务规划 number two CDA account CDA account的全称叫 capital dividend account 这个capital dividend account 很多small business owners 他都不知道 他都不知道 为什么呢 因为他是一个notional account 他是一个notional 他是一个虚拟账户 他是专门create的 专门创建出来的 为什么 for tax purpose 那么这个tax purpose 是为了什么 就是为了能够免税的 给这个shareholder 也就是说 CDA这个账户里的钱呢 是可以呢 免税的 拿到这个shareholder手上 拿到shareholder手上 那么这个什么的 什么样的钱 可以进CDA 只有两种 一个是non-taxable portion of net capital gain 就是说 比如说我们卖了一个房子 你的盈利是80万 对吧 我们都知道 你在个人手 个人这儿呢 你40万不用交税 然后剩下的40万 一半的一半交税 那就是交 交20万对吧 20万多点 好 那么在公司也是一样 如果你这个房子呢 是在公司下面买的 你也是capital gain 80万 你也有40万 是不用交税的 这又回到了税务的foundation 这个税务一致性 你个人有40万 不用交税 你公司有40万 也是不用交税的 那么这40万 你不用交税 怎么拿出来 那么就进了这个CDA了 进了CDA account了 这个是 或者你卖股票 你赚了40万 赚了80万 你同样有40万 你都进CDA 就是可以直接拿到股东 个人手上 第二个呢 就是life insurance proceeds 也就是说 人寿保险的理赔金 是pay to这个CDA account CDA account 就是说 它两大来源 你人在世的时候 你就是买卖资产类的 资产类 有capital gain的这种资产 就realize your capital gain 这样的话 有一半的是不用交税的 也就是说 你在公司层面的话 你做利息收入 是真的没有太大的意思 像我刚才算的 你多挣了10万块钱利息 你多交了80万块钱的税 但是如果你做capital gain的这个 资本增值的 买房子买股票 那你就非常有意思了 你就税有规号的空间 就会非常的大了 然后呢 也不要把所有的钱都买房子 所有的钱都买股票 如果你能够每年 有计划的分摊到一部分 到corporate owned insurance的话 那你会给自己创造一个巨额的 CDA空间 好 那么 number two的这个例子 就capital gain harvesting capital harvesting呢 其实它什么意思 就是说 你自己有意识的 给自己活着的时候 不见不断的去创立 这个免税空间 不断的去创立 这个CDA账户 举个例子 每年到年底 我都问我的宽敬师 我这个capital 这个CDA账户里面 有多少钱啊 那严美之计就是说 我有多少钱 能直接拿走啊 是5000还是5万啊 对吧 所以说呢 这个就是说 我们要不断的 那capital gain harvesting 什么意思 好 那你看 又来了 你这个 你这个 这个公司的钱 公司的钱 你呢 要想 payout的话呢 你得交易到个人的税 对吧 如果你啊 没有这个 没有capital gain 你没有去做capital gain 也就是说 你不买 买资产 你不买这个 你买这个股票 一直hold的 像巴菲特似的 变成股东 对吧 你不卖它 那你也就是说 你不卖的话 你当时不用交税 等于说你就睡往后延了 对吧 default了 那你要用钱怎么办 你说我用钱的时候 我不买 我不把房子买了 我不把股票买了 我就要让它 一直在涨涨涨涨 我舍不得卖 对吧 那你也只能 是发salary 或者是对吧 如果你发salary 你编辑税率就是530% 或者47.74 那你综合税率 就是这么多 对吧 但你如果说 你不断的买卖股票的话 那你的capital gain 就是25% 然后呢 你personal这边 你不用交税 有一个cda 对吧 有了一个cda 工件 你出来就是tax税 那你最终的 你通过capital gain发出来的这个钱 你综合税率是28.86 这个具体的算法呢 我不跟大家说了 好 也就是说呢 刚才我说了一遍 那总结就是这个了 就是说这个钱 如果你不进行股票 或者是房子的买卖 你这个 你就没有这个cda 你就没有cda 那你这个个人 你就必须再去交税去 如果你有做了这个 不断的买卖股票 经常买卖股票 房子当然就没法老炒房 对吧 你经常买卖了股票 你在公司层面下 你就是一半 你不用交税 cda 工件一有 你钱就跑了 对吧 但是呢 他的就是跟我们 就是说这个 capital gain harvesting 的这个意思是什么 就是说你要买卖 有资本增值的 这个类的资产 比如说股票 ETF 房子 同时呢 你及时收割 资本增值 这跟我们个人是反着的 个人你可以是 buy and hold 对吧 但是在公司下面呢 你及时收割 资本增值 那有人就说了 那我就不要继续涨呢 怎么办 我卖了之后 我不就亏了吗 你可以买卖同时进行 买卖同时进行 你根本就不会亏 你每卖一次 你就创立了一个cda空间 然后你同时又买进之后 你又锁定了你当时的成本 你根本就不会说我这个 再买进是高价 这就是股票 在公司做股票交易的一个 不断的买卖 创建cda 你会非常惊喜的发现 在你的公司的year end 你可能有好几万块钱的cda 你可以免税的拿到个人名下去 这个叫capital gain harvesting 第三个呢 大家可能也都听说我 叫capital gain stripping capital gain stripping什么意思呢 就是说好 如果我no stripping 我一个million的 我挣了一个million 我们再review一遍 那你呢 你就公司在安省 就12.2的税率 你就交公司税了 对吧 你剩了87万8 在这个riching earning里面 你87万8如果是 你就变成了in eligible了吗 对吧 你说就变成超过50万了 那你交呢 你就要交这个 这个高的这个税金 对吧 那你交完这个 dividend这个tax 你到personal名下呢 就变成了 这是交47.74 你就变成了 这100万 你交完公司税 再交完公司的 再加完这个 dividend的双重税之后 你就变成这么多钱了 如果说你做 surplus stripping 就是说你还是一个million的这个收入 你公司税你就跑不掉 运营收入嘛 对吧 公司运营收入还都是12万2 你还是上了87万8的这个riching earning 这时候 你怎么能把这个分红的税 给它变成capital gain的税 那就要看这个tax lawyer的本事了 对吧 这个呢 是需要这个accounting 快递师和律师同时操作 如果是一个tax lawyer 那叫perfect 对吧 但是他会收很多的钱 一般的是2万到5万之间 他会把你 你给他这么多钱 他能帮你做到什么呢 就帮你把这个47.74的dividend的这个tax 变成了capital gain的tax 25 把这个50.17的一半 那么就是说 你通过这个律师 会计师 跟你做这个surplus stripping的话呢 你交给他几万块钱 你这边税务局 你就少交税 你就把这个dividend的tax 变成了capital gain的tax 那你就是说 你就多拿了多少钱 多拿了14万 多拿了14万 你交给 你交给这个 这些professionals几万块钱 你多拿了14万回来 这就叫capital gain的tax 那么他就非常复杂 非常复杂 因为他中间要成立一个新的公司 第二个呢 就是这个快递师和律师 一定是要非常的懂 非常的懂 费用呢 还高 一个是复杂 一个是快递师律师的费用高 再就是 就是有一个sire的一个税务风险 sire的知道 这些人在做这些事 所以从2017年 他就说 我要把这个capital gain 我给他取消掉 今年的这个预算案出来之后呢 又说 我要 我要 我要把这个取消掉 这个我要 我要challenge你 所以说呢 如果说 你愿意承担这个风险 而且你有大额的资金出来 你100万 或者200万 你值得去冒一次这个险 值得去交一次这个费 对吧 那你就把 你就去做capital gain 这个呢 有一个网站 大家呢 可以呢 以后呢 记下来去看一看 一个PDF文件 也是税务局 跟几个公司打官司 最后的结果呢 有的公司就被 追了 就说你不行 你不能交这个capital gain tax 你再交47.74的dividend tax 给追回来 有的人呢 就过关了 所以说呢 这个呢 就是 比较复杂 但它 仍然是现在的一个 收入规划的一个方式 当你有大额资金 像从 运营公司出来的时候 那么capital gain stripping呢 是 可以去尝试 No.4 刚才说的呢 就是成立公司的时候呢 你要注意这个 small business deduction 你有两个股东 如果是能成立两个公司呢 你就不要给它 变成一个 对吧 这样每一个公司 你都有一个 small business deduction 12.2的税率 在公司运营的过程中 当你有了钱的时候 你可以呢 不断地通过这个 买卖 买卖这个股票啊 创建cda 把这个钱免税拿出来 小钱了可能啊 然后第二的 如果大钱的话呢 大钱的话呢 就用capital gain stripping 对吧 给会计师律师 交一些钱 然后呢 把大额的资产呢 大额的资金呢 从这个 这个47.74的这个 和红税呢 降到25的这个 capital gain的这个tax 那中间呢 47.25中间差了 22% 22% 好 这个就是运营 成立和运营过程中 这个可以做的事情 那么公司出售的时候 就是LCGE了 因为这些 我发现很多人都知道 但都是42k 所以呢 今天拿上来 跟大家来说一说 那么我公司做大了 其实我多年前 接触过一个 就是IT公司 卖了几千万 然后呢 最近又有一个客户 也是IT公司 卖了几千万 这样的话呢 那这要是一下子 得交多少税啊 对吧 马上就会有这个问题了 那么公司出售时呢 就有一个免税了 叫lifetime capital gain exemption 这个lifetime capital exemption 过去呢 大家没太注意它 因为它比较少 然后它每年呢 按照这个index呢 给你涨涨涨涨涨 到了今年呢 就变成97万1000多了 那相当于差不多100万 就不用交 不用交税 那我假如我公司 我资本增值就是100万 那我基本上不用交税 那多好啊 对吧 那但是呢 它需要一个严密的 一个说我规划 首先呢 它是forindividual only 不是forcorporation的 也就是说 你当你这个 公司的持股人 是个人 比如说我 直接持有我的公司 对吧 那我将来假如说 有人肯买我的公司 我就qualify 有可能qualify 这个就是7万亿 不用交税 但是如果我在 我的公司上面 加了一个holding company 我公司的这个持有人 不是个人了 不是individual了 变成了corporation了 那我就不qualify 这LCGE了 所以大家要特别注意 同时呢 你必须是CCPC 你必须是 qualified small business 这个 同时呢 你再 还要满足 你卖公司之前的24个月 你的这个 有50%的资金 要用于 你这个公司运营 你不能全是现金 跟它存着 然后呢 你在卖公司的 那个moment呢 你必须有90%的资金呢 是用于 主公司的主动经营 非常复杂 大家知道 有这么一个事就行了 好 那么这个呢 就设计到我们最近 给客户做的一个公司架构 对吧 它的operating公司 开始成立的时候 不值钱 5万块钱 现在市值已经是400万了 在10年之内 可能要涨到2000万 这时候 这个就没有办法了 只能成立holding 但它如果一旦成立holding 它这个 这个LCGE就没了 对吧 那怎么办 那么公司上面 架一个family trust family trust的下面呢 有五个收益人 四个人是家里人 自己在家上 三个家人 然后呢 另外一个呢 是emasko 也就是说呢 它这个运营公司的钱 会通过这个通道 留到holding company 留到family trust 然后放到了emasko 真正的钱 它放在了emasko 钱呢 没有放到后 也就是说holding和family trust 都是空壳 那么真正的钱 放在emasko 那么为什么 放了四个收益人呢 又不能给自己发工资 对吧 又不能给他们这个 又不能给家人发工资 一发工资的话 就变成了这个tose了 最高个人税率 支税放在这儿呢 就是因为这个lcge 如果你自己 持有这个offerating公司 你就是一个 就是七百 如果你现在变成四个了 四个人 通过这个架构 来持有这个公司的话 你将来买公司呢 就将近四百万 不用交付 其实就是lcge 这个呢 它涉及到一个 它叫pre-sale的一个planning pre-sale 我们也有一个客户的话呢 它当时呢 是不qualify 这样就把这个 它的这个closing day 往后推迟了几个月 这样呢 能让它make sure 它二十四个月 都是百分之五十的 这个active 百分之五十资金的 受用于active business 然后卖公司 那个moment呢 是百分之九十 make sure 它能够qualify 这些东西 所以这个 你如果买公司 你please 跟你的这个会计师 或跟我们这些理财顾问 我是sertify的 financial planner 这个税呢 是我的这个foundation 就是foundation 我们多聊一聊 然后进行一个 合理的规划 好 我们讲了成立公司 运营公司 和卖出的时候 那么下面呢 就是说一个小节了 我们说了 有三个 加拿大呢 有三个税务主体 个人公司 和这个asset 提三 个人呢 我们说了 个人税务常识 它有13个税机 挣的越多 你交的就越多 然后呢 这个capital gain 是百分之五十 百分之五十 对不对 比较复杂 公司呢 有一个双重征税 是为了能够实现 个人和公司 税务的这个一致性 那么公司建立的时候 我们要注意它的 最大化 这个small win deduction 这是我们number one的建议 公司在运营过程中的话 你要买有股权增值的 这些资产 进行了这个capital gain harvesting 不断的创建CDA账户 把这个钱免税的拿出来 然后呢 如果你有大额资金 出来的时候呢 你可以做capital gain 这个stripping 把这个分红的 47.74的税呢 降成这个25 百分之二十五的 这个capital gain 这样你能够 省百分之二十多的这个税 公司卖出的时候呢 这个LCGE LCGE的这个 有一个公司的重组 我们叫restructure 对吧 你开始建立的是一个structure 你最后可能一个restructure 那么下面呢 我们就来看一下 你觉得这个 如果你觉得 这个53年53已经很高 让你看一看 公司传承式的这个税 会达到74.5 就是说 如果这个公司是一块钱成立 公司这个传承的时候呢 是一百万现金 对我来讲 我觉得我这个一百万现金也好 五百万现金也好 最简单的 就是现金 我想着 我这个钱是给了我家孩子了 对吧 那么如果你没有tax planning的时候 没有tax planning的时候 那你就出现了双重征税 双重征税 你公司一块钱增长成市值 一百万了 那你这个股权增值了 股权增值又capital gain tax 在你个人 final taxation上面 一个T1的税 那就是53年53的一半 就是二十六万七对吧 那么你这个 你的资产 deam the disposition了 对吧 适从卖出之后 卖到了你的这个 asset里面了 卖到遗产里面去了 遗产想把这个钱拿着拿出来 那你这一个遗产税 遗产税 那肯定就是47.74了 对吧 47.74 所以那你总付税 你会变成了74.5 也就是说 如果你一路 没有做规划的时候 你的这个最重的税率 在后面等着你呢 还不是个人的53.53 还不是公司的 12.2的税率 再加上47.4 47.74 而是最后的这个 二十 二十六 二十六点 二十六点七七 再加上这个 变成了74.5的最高税率 那么如果你有一个 tax planning tax planning 你没有保险 或者是有保险 两种情况 如果你没有保险的话呢 你呢 可以做什么呢 你可以做loss carry back loss carry back 好像听着很高大上 其实很简单 loss肯定就是capital loss 所有的loss capital loss 那么capital loss 就把你capital gain的tax 给打掉了 所以说你这个 二十六就没了 二十六就没了 那你剩下的钱 你只能分红出来了 对吧 分红出来了 所以说你综合税率 是47.74 所以capital loss carry back 就是把这个capital gain的水 给打掉了 上了一个dividend tax 但是这个呢 你需要在一年之内完成 还有一个就是pipeline pipeline呢 是把你的这个dividend的水 给打掉 就像一个capital gain tax 如果你有保险的话呢 你可以pipeline和loss carry back 一块用 cda呢 是不用交税的 相当于把dividend的水 给打掉 然后呢 unfortunately 所以我就是说 你不能把你loss carry back 全打掉 你不能变成零 你必须还得交50% 这就是13.38 我给大家呢 就是分着一个一个的说一下 传承中的税务规划呢 有三种 一个是loss carry back 一个是pipeline 那个就是cda loss carry back的话呢 在这个税表的 在税务的这个是 subsection164的第六 第六个 他就说 deamed disposition 就是164的第六个 这个规定里面 就是说 我们这数据知道 你在人过世的时候 说你small business owner 你在过世的时候呢 是被双重征税了 他知道你有了一个double taxation 他这个条款出来 就是为了relief 就是让你减轻你的这个double taxation 这个压力的 怎么来减 怎么减减 说得很清楚 就是给你了一个方法 让你怎么样呢 你可以做一个election 用这个税务条款 做一个election 把你这个 在第一年 你的这个 你的这个 ested的这个loss carry back carry back against谁呢 against你这个过世的这个人 当年的terminal tax terminal tax 这就是这个loss 这就是这个loss carry back loss carry back 那么用一个图表示呢 就是说loss carry back 把你这个双重税给打的 只剩一个 only one tax only one tax 12345几步之后呢 result呢 就是说only level one level of tax at a dividend level 我刚才说了 这个loss 可能就是capital loss 所以把capital gain的tax呢 给打掉了 那么只剩一个什么呢 只剩了一个dividend 这就是loss carry back 当然呢 你必须呢 是在人过世的一年之内完成 如果一年之内完成不了 对不起 你就得交74.5的税了 那么在这个一年之内 完成的可能性呢 不能说没有 但是难度非常大 所以说这个会计师呢 就要做一个assessment了 有没有可能在一年之内完成 如果一年之内完成 对不起 你就不要跟说 我就做这个election了 因为你做了这个 loss carry back的election 你就不能做pipeline了 那么这个 number six的pipeline呢 它没有时间的要求 没有时间的要求 你不一定 非要在一年之内完成 但是它非常复杂 非常复杂 新公司啊 转来转去 对吧 那最后的结果是什么呢 也是只剩 只剩了一个only one tax 把这个74.5中间的 那个 dividend的 通过一个管道 给它留走 留出来了 对吧 就剩了一个 就剩了一个 这个capital gain tax 这个就是说呢 这个是pipeline pipeline 这个呢是复杂 要是这个会计师呢 非常有经验 而且呢会收不少的钱 那你想想 如果说你给他几万块钱 那给你省了47.74的税 那么这个钱 无论如何 这个专业人士呢 deserve这些费用 总比交易税务局强 对吧 好 刚才已经说了这个CDA 它是一个created for tax purpose 然后呢 它是tax free的呢 到了shareholder手上 它呢只有两个来源 一个是capital gain 不用交税的那部分 一个是life insurance proceeds 那么就是说 又说一遍哈 就是说capital gain 不用交税的那部分 到了cda招呼 life insurance的理赔 到了cda招呼 或者说我成立了n多个公司 我在n多个公司上面 都有capital gain 都有cda 都有cda balance 我呢跟家总们一起 跟税务局呢说 你把我这个capital gain cda我可以免税拿走 大家可能说呢 在哪去看呢 对吧 为什么这个保单 会有这个capital gain tax 会有cda 那么公司的保单 它这个cda呢 是built in的 比如这个也是一个客户 非常成功了 踩在父母背的肩膀上 把自己的公司呢 做得非常的好 30岁的年龄呢 就年保费30万 做的是1000万的这个 1000万的这个 这个 不 风风保险 那么我们可以看一下 它买的是什么 它一年30万买了什么 它买了一个cash value cash value就是 比如说我现在能用的钱 我问他叫present value 买了一个future value 就是我人走了之后 这个钱给别人了 那就叫future value 同时就有cda 同时就有cda 所以它这个30万进去呢 买了两个价值出来 一个是我现在可以用的 现金价值 一个是我人走了之后 给别人的future value 我future value怎么出来 就通过cda 大家可以看到 那么这个人到90岁的时候 他这个cash value 现金就是这样 涨到了6500万 这个death benefit涨到了7500万 那么这7500万呢 都是通过cda 就免税拿走了 那么怎么跟税务局 claim这个cda 这是我的一个客户了 他呢就是 你会在这个t2啊 这个t2上 你就可以看到 如果他当年 有资本的买卖 那么在这个t2的 schedule89 上面就有一个 schedule89 就开始算了 你这个cda这个balance 到底有多少钱 到底有多少钱 你在这个总结的这个 你总共part7的一个capital cda的balance 你就看了就这俩 你这个life insurance perseeds 和你这个non taxable capital gain 加走这个数 大家呢可以去这个 google一下 schedule89啊 然后呢有公司的 这个客户呢 你看一下 在你这个t2上面 有没有这个cdabalance 有的客户呢 他有这个cdabalance 他不知道 他不知道 说这个税务局 这个会计是没让我拿呀 我有这个 70多万的 这个 70多万的这个 不用交税的 这个资本增值 这个怎么没拿出来呀 这个会计是 没让我拿呀 其实在cdabalance上面 carry forward了 carry forward 这个在t2上 对于p显示出来的 那么这个cda 这个公司的这个 到底能帮我们 拿出多少钱来 这个非常著名的案例 就是rogers 这个ted rogers呢 他呢是 国事了 国事之后呢 他呢从2019年 2019年国事 然后呢 他呢通过这个rogers 这个家族呢 通过12份公司保单呢 成功的从公司拿走了 1.02个亿 这样税务局 肯定是不干的了 对吧 肯定是要咬一口的了 对吧 咬一大口走 这样税务局呢 就开始跟这个rogers 打官司 打官司 最后的这个结果呢 就是税务局败诉 税务局败诉 那个title 就rogers enterprise 这个worth 这个queen 对queen 那么这个税务局输了呢 当然就不甘心了 对吧 他们就好好研究了一下 他其实呢 这个rogers家族呢 是从1981年到1991年 通过12份的公司保单 然后呢 通过这个capital dividend account 拿走了 102个million 那么对这个公司保单的 这个解读呢 这个 Deloitte 这个德琴呢 他的这个发文呢 发推文呢 就是说 opportunities to die for 我们开门销 就是说公司保单的 pins解决有 那么在这里呢 他也反复的提到了 这个capital dividend account 好 not taxable to the corporation 啊 就是说这个 呃 公司呢 下面呢 持有保单的话呢 可以把公司的钱呢 在免税的拿出来 从这个 银行的角度 我们刚才看了 那么在实际的案例 rogers的这个成功案例 对吧 我们看到了这个 会计师事务所的推文 我们看到了这个 啊 我们再来看看 这个银行哈 这是RBC Wealth Management 他就是研究啊 他是研究这个 insurance trust 和asset planning的 你只要说啊 这个这个asset planning 就是说这个 呃 传承的这个 规划 一定会谈到 corporate only insurance 哈 那么他他说 这个原话是怎么说的 就是说 我希望呢 我们能够啊 赋予保险 更多的 啊 意义 啊 他是 为数不多的 为数不多的 啊 最最最最 啊 tax efficient的 一个tool啊 为我们做 家庭财务规划 我们的家庭 做财务 做做做 做收入规划啊 就在为数不多的 几个tool 那么我们也看到了 这个保险公司的 这个啊 大保单 corporate only 轻易爽 都是corporate only insurance 我们也开玩笑了 对吧 哈 不知道啊 以为这个 1200万是保额呢 结果是每年的保费 每年的保费 哈 那么就是说 这么大规模的公司 哈 他们请得请最好的会计师 最好的律师 能搭最最 fancy的 这个overseed的 这个family trust 那么他们为什么 呢要堪除别的这么多钱 进这个公司保单啊 进公司保单 肯定是对所有的 这些tax planning呢 进行了全面的规划之后 啊 这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哈 这个呢 是另外 它这个title就是 insurance as investment 因为在保险公司 眼里 你就是一份投资 所以呢 保单有ACB 就是你投资成本 啊 一个算法 我们可以看到 那么前2020年 前十大保单呢 只有一份是 personal owned的 其他呢 全是公司保单 啊 全是公司保单 可以说呢 公司保单的 已经是 呃 被这个 呃 呃 small business owner 是非常 广泛接受的 哈 好 我们来看一下 公司保险 啊 我们刚才说了 公司保单这么好 这么好 它是怎么 好法 这个呢 就是它能够保护 我们12.2的低水率 我们刚才说 你每多挣啊 5万块钱 你的small business deduction 就会少了5块钱 以至于 你每多10万块钱的利息 你就多交了8万块钱的税 那我们想一想 我们能不能 不交这18.2的税 就是永远维持这18.2 永远维持这12.2 我们能不能不交这个income tax 我们不要说 多挣了10万 多交了8万块钱的税 这个答案就是说 如果你把这个钱 你不是全去用来进行投资 你给它放到这个 一部分放到公司保单里面 你这个就不会有 有超过5万块钱的利息收入 就不会影响你这个税 你就是12.2的税 永远不会跳到18.2 你根本就不会去交这个利息 因为保单的这个增值 根本它就不需要交税 你根本就不会多交这个 8万的这个 这个多交出这么多税 给税务局去了 所以说公司保险 因为它本身有保险的特质 就是说 它是免税增长的 它根本不会 在每年按钮去交税去 也不会影响你12.2的税 这就是公司保险 保护我们这个12.2的 这个small money deduction 好 这个图呢 我今天反复的说 税务的一致性 和公司的double taxation 好 我们每个人想的都是说 在我们这个公司 43.9 43.9的这个公司税后利润 有没有可能 有没有可能 我不交这个公司的47.74的税 我有没有可能 在公司和我的家 在公司和我的家人之间 自己搭一个pipeline 让公司的这税后的钱 免税的流到我的家里来 那这个pipeline就是cda 只有cda 没有别的办法 那刚才我cda呢 已经说了 在你运营的过程中呢 你是 create 你去create 你通过反复的这个股票的买卖 买的同时 同时 买 卖的同时 同时买 对吧 锁定它的这个 价格的同时呢 realize你这个cda 那你cda 你攒的 多了 你每年cda拿5万 10万出来 你这不就出来了吗 对吧 那么大额的钱的话 如果你把一些钱 有计划的 放在公司保单里面 那你最后 你根本就跳了 跳过这47.74 根本它就是免税出来 通过cda 免税出来 所以我们常常说呢 cda是公司传承 最有效的pipeline 我们不需要借助这个 会计师 我们不需要弄的三年 还没弄完 我们不需要说 哎呀 这么复杂 又成了这个新公司 那个新公司 对吧 去掉它们的一个复杂性 在我们生前呢 有意识的呢 自己给自己搭建一个pipeline 好 我们刚才就说了哈 这个cda是公司传承 是最有效的pipeline 为什么 因为它可以把我们这个 74.5的水打掉 把这47.74的水打掉 把这46.74的水打掉 我们自己呢 给自己搭一个pipeline 通过cda账户 我们呢 而且呢 我们自己的这个pipeline呢 还可以同时 跟lost carryback 同时使用啊 这样有效的 把我们的这个 74.55的水呢 降到13.38 当然了 有的人可能会说 哎 今天说零啊 不是可以降到零吗 降到零的前提呢 是sponsal rollover 如果你有 你有这个pill 我们离世的时候 我们pill还健在 那么你即便没有保险 你所有的资产 也都是sponsal rollover 你根本就是不需要交税的 好 这个呢就是 为什么cda是公司传统 是最有效的pipeline 就是因为 他在cda账户里的钱 根本不需要交分红税 根本不需要交分红税 他就直接从公司的税后 这个这个钱 进到了个人手上 同时呢 因为税务局的这个 16.4 这个第六款 这个税务规定 你还可以claim 只不过税务局 不让你全打掉 所以呢 你还得相当性的交点 叫13.38 这就是说呢 如果我们能够 做有效的税务规划 那么就是 可以有效的 把我们这个 加拿大的 最高的双重 甚至三重税率呢 给它降下来 让保险呢 成为理财的一个 必备工具 好 我们总结一下 为什么用公司持有保单 第一个就是便宜 公司的税率比 个人税率呢 低了41% 一个是12.2 一个是53.53 第二个呢 就可以最大化 我们的 small business deduction 那我们公司呢 保持12.2的低税率呢 不变 我们可以呢 创建一个 自己给自己创建一个 CDA 资本红利账户 这样的公司的钱呢 将来以后呢 可以免税的 变成自己的钱 然后给 同时呢 这个 有人可能会说 你别老我说 公司的钱 给我的孩子 变成免税的 我自己还能 会得花呀 对吧 其实呢 这个 corporate only insurance呢 可以给我们的 business owner 提供终生的一个 退休金 同时把公司 传承的74.5的税呢 降到13.38 还有可以为公司的 其他的留存收益 提供免税的 CDA空间 这个呢 说起来呢 有点复杂 下面呢 我给大家呢 举一个例子哈 公司保单的 这个案例 我们说 公司保单 是公司传承 最有效的 pip plan 为什么这么说 好 这个人 46岁 他呢 一年十万块钱 没去做 这个死贷 对吧 他呢 放到了 这个公司保单里面 20年 他放进来之后 放了总成的200万 对吧 那么我刚才说了 对一个保单来讲呢 他先买了一个 cash value 他现在的价值就叫 present value 就是现金价值 他的future value 就是他人走了之后 给别人的钱 叫death benefit 那么既然是cash value 既然是投资 那么这个cash value 就会不断的往上涨 从开始的 64425 涨 一直涨 涨 涨 涨到了 将来如果90岁 就涨到了 八个million 那么death benefit 90岁涨到了1000万 你要活得100岁 达60万更多 那么同时呢 我们知道 这个对公司保单来讲 cda呢 是built in的 他自带cda 那么到了这个 90岁的时候呢 这个cda呢 也是1000万 也是1000万 大家可以想 如果这个人 我们去整 去整数 如果90岁过时 那么他的公司的市值 这个 我们这个 我经常老说嘛 他是一份投资 一份投资 那么他既然是一份资产的话呢 他就会给公司的股权造成增值 那么将来这个人90岁过时 公司的市值就是八个million 对吧 那么资本增值税 是肯定是要交的 资本增值税是要交的 那八个million 像我公司注册 就花了一百回钱注册了 对吧 那么一半的一半交税 应该是53.53的 那个约等于两个million 也就是说 这个公司保单 在人过时的时候 因为他的cash 因为他是一份资产 他的cash value 是现有价值 present value 会造成公司 现有市值的增长 从一块钱增长到八个million 这样的话呢 人走的时候呢 是一个dimmed disposition 默认售出给了这个 asset 这样呢 会有一个两个million的 capital gain tax的一个增值 但是公司这个t3 这个t1 这个t1 t2个million t3就不用交税 对吧 你这个asset就不用交税 为什么 因为他有cda啊 他cda这个47.74的税 就不用交 所以这个公司 你这个 两个million的成本放进去 两个million的成本放进去 你最后拿到手 是八个million 所以我们常常说 公司保单是 公司传承是 最有效的一个pipeline 通过cda把这个钱呢 免税的留给了 自己的家人 那么如果你要是 免税的留给了 自己的家人 如果你持有的不是保单 你持有的不是保单 你用同样的 你用同样的成本 两个million的成本 买了一个房子 你是八个million的房子 两个million的成本 八个million的这个 是 fair market value 你卖走的时候 我们来看一看 如果是房子的话 会有什么样的状况 那么他就不是 double taxation 他会有一个三重税 我们知道说 加拿大三个税 有主体是吧 我们平时呢 打工的呢 那就是t4 就t1对吧 我们自己做 这个small business 我们是t1和t2 什么时候呢 看那t1 t2 t3一块出来呢 就是这时候 对吧 问t1 我们刚才反复的说 人走的时候 deam the disposition 公司市值八个million 公司市值八个million 注册的时候 一块钱 那么他一个公司 一个t1的税呢 就是两个million t2 那么公司唯一的资产 就是这个市值八个million的房子 没有办法 只能卖房子 这个税务就跟他等着了 他仍过市六个月之内 对吧 你得交这个钱 或者说4月30号 或者六个月 你得把这两个million 交过税务局 你上单找两个million去 对吧 那你肯定都要处理资产 对吧 那么只要你是处理资产 无论它是房子 还是investment portfolio 你只要卖 才有一个增值税 那么就是说 一顿算 那一个rdtos的一个退税 那么这个六个million的房产增值呢 在公司层面呢 t2呢 是要交六个million的税 60万的税 同时钱没有到个人手上 在这个estate里面 在t3里面 那么t3拿到个人手上 通过分红 这47.74 你是绕不过去的 这样又交了 比较好的是 你只有三个million的这个cda 因为公司房产增增 这三个million不用交税 所以说如果你是持有这个房子 你最终呢 是交了4.6个million 那么大家可以看一下 你同样的成本 你持有物业 你最后拿到个人手里面 是3.4个million 如果你公司持有保单 你同样的成本 你拿到这个手上是8个million 你看 同样的成本 持有物业 你在传承的过程中 拿到个人手上 就上3.4个million 因为你绕不过去 裹这个资本增值税 你绕不出去这个t3的 这个asset 这个dividend的这个税 但如果你是有保单的话 你不存在 那就是现金嘛 你还买什么资产 那就是现金嘛 而且你还给了那个cda 对吧 那cda当然就是免税出来 也不用这个t3了 对吧 所以拿到爽 就真金白银的8个million 所以说 你同样的成本 因为你选择投资的方向不同 那么在最后呢 会有一个巨大的差别 好 我辛辛苦苦 自己运营公司 我一年10万块钱 分20年 我买了一个公司保单 我有了一个现金价值 present 我有一个将来的 future value death benefit 我的现金价值呢 不断的增值 到90岁的时候呢 涨到了8个million 到这个 这个death benefit 涨了1000个million 你不要天天跟我说 我可以给孩子多少钱 我自己可不可以用 我刚才反复说了 它是present value present value就是 我现在可以用的钱 那么到66岁的时候 我们可以看到 保单这份资产 它的现金价值呢 是2.6个million 2.6个million 这2.6个million的资产 你可以当成是2.6个million的房产 它只要是资产的共同特性 就是增长和抵押贷款 对吧 那你可以把这个保单呢 通过抵押的方式 通过这个insured retirement program insured retirement program呢 去把这个钱呢套现出来 15万套到公司之后呢 发到个人手上是10万多一点 因为你是跟公司 公司借钱的话呢 那可能就有利息吧 对吧 有利息 我们可以算一下的话 你连本代息呢 到90岁的时候呢 你是600万 欠了银行600万 你说好 我1000万的这个保单啊 因为我个人用了 我活着说用了 对吧 活着说我退休 10万块钱 基本是够了的 对吧 然后呢 我这个连本代息 欠了银行600万 那理赔的时候呢 就跟你买房子一样 你1000万的房子卖掉 还掉银行的600万的利息 你拿到个人手上400万 对吧 这个保单也是一样 你人走 就像另外保单卖了嘛 对吧 deam的disposition了嘛 那1000万的这个保单的话呢 防给银行600万 上到个人手上就400万 上到个人手上400万 但是为什么还要强调 这个CDA的话呢 就因为 我们看一下哈 总结一下 46岁到65岁 每年呢 10万块钱 从20年 总成本200万 那么他可以给这个small business owner 提供终生的退休金 IRP 就是每年税后呢 能拿到10500 就是10万05千 共计的活着的时候呢 自己呢 那花掉了210万 90岁 如果90岁过世呢 留给家人呢 还了税务 还了税务据 还了银行600万的款之后呢 还剩了400万的免税的现金 是给孩子的 这个600万的这个贷款 它的CDA空间呢 仍然存在 因为我们知道 它这个CDA空间是1000万 那我只用了400万 它剩的这个600万的空间 是还 这个CDA空间还存在 CDA空间什么意思 就是我有600万的公司的钱 可以免税拿出来 因为我公司不可能只剩一个房子 也不可能只剩一个保单 对吧 我肯定有其他很多的资产 那么我其他的return earnings 我就可以600万直接拿走了呀 600万直接拿走什么意思 因为你少交了282万的税 282万的税 总结一下 600万的贷款一额的 两大税务减免 一个是使这个公司的市值 减少了600万 它就 公司市值少了600万 你就少交了150万的税嘛 对吧 那是 1000万的市值 你要交两个million的 这个 股权增值税 对吧 那你说我现在这个公司市值变成400万了 那你就交50万 对吧 也就是说你这个60万 600万你少交了150万 你少交了150万的 这个 这个 这个股权增值税 腾出了600万的空间 既然公司给了孩子了 对吧 那你也给了他这个免税空间了 儿子又可以少交 282万的税 那么你们来看 是不是这个公司保单是opportunity to die for 我们所有的这个 现金价值的这个增值 我们自己的这个使用 我们自己的这个使用 对吧 最后都是税务局买单的 都是税务局买单的 总结一下 保单抵押 insured retirement program 公司抵押贷款 每年15万进公司 个人以分红的形容给其乐主 大概每年啊 每年是十万五千 那么个人的总共缴税 缴了九十万 这个公司交利息 交了300万 总成本是390万 连税贷息是390万 这个总成本 我们来看一看 这600万的这个贷款 让首先让这个 老先生这个企业主 退休无忧 你不要说活到九十岁了 你活到一百岁 这个钱跟到你一百岁 因为他跟着 因为他是life嘛 跟着你这个life走的 对吧 所以当然是 你一生都不会 这钱都用不完了 对吧 然后呢 就企业的市值 减少600万的话 少交150万的税 腾出了282万 我们来算一下 你总成本 390万 你现在的 马上realize的这个tax 是150万 将来可能realize 282万 你加总起来 是不是比你的成本要高 但如果你不算time value的话 对吧 所以说 公司保证 opportunity stifle 真是一点都不假 就是说 非常非常值得去拥有 它是一份 有价证券 这个证券呢 它是 负利增长的 为什么 负利 为什么这个银行愿意带 因为你的这个 现金价值 永远都不可能 有任何一天 任何一年往下降 对吧 它是真正的一个负利 银行什么时候 不高兴了 它可以把你保单卖掉 对吧 所以银行是零风险贷款 零风险的这个放贷 对我们各国企业来讲的话 既然 既然这么容易贷 能寄来的钱 对吧 我就可以用来去花 去进一步扩大 我的这个 这个公司的这个规模 对吧 扩大我的这个 这个 利润 到最后呢 不但可以让我退休无忧 还藏出这么大的税务空间 好的 我今天呢 总结一下我的这个讲座 我们总共讲了 个人和公司的税务常识 说了这个双重 甚至三重税 以及呢 这个加拿大税务的 这个Fondation Fondation税务的一致性 无论是双重 还是三重税呢 都是为了这个税务的一致性的 我们说了 incorporate的这个 四大税务优势 四大税务优势 可以default 可以分摊收入 可以这个deduct 一些费用 合理避税 合理避税 然后呢 你可以这个 隔离这个运营的风险 隔离运营风险 2018年1月1号 生效的小企业税改呢 把这个default 和这个分摊呢 给大大的 给减少 但是呢 基本在这种情况下 我们才更要 好好地去想 我们怎么样 小企业进入税务规划 那么在公司做架构的时候的话 你 要 一个人一个公司 一个人一个公司 或者说你 你买一个资产 你成立一个公司 那个 但是要 要注意 交叉持股 不能超过25% 然后这个cda呢 就是 中间因为它是免税 留给 留出来的钱 免税留到公司 股东个人手上的钱 所以说你在活着的时候 你进行股权 不是股权啊 就是这个capital gain 有这个资本增值的 这些资产的买卖 不断地去realize 卖掉这个股票 再买进来 来实现你这个 就等于是自己 给自己攒cda空间 把这个钱免税拿出来 然后呢 第三个就是大额 大额当的 把这个capital gain 水平 就把这个应该交47.74%的 这个分红税呢 给它变成capital 然后呢 是通过这个tax lawyer 这个 这个会计师家律师 一起操作 这样的成功了呢 可以省20%多的税 然后在公司卖的时候 你要好好的规划 好好的规划 怎么能一个人一个 100万不用交税 现在97万对吧 如果说你就能够有 真是 double triple 甚至四五倍的 jlcg 那你就对得起 自己这么多年 辛苦的这个经营 对吧 把这公司做大 付出的这个辛苦的 这个代价 人走的时候 deem the disposition 没办法 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么 讲理 就是什么不讲理 就是说你只要走 他你就认为 你是deem the disposition了 你损了资产 一次性交税 那么我们能够做的 一个就是loss carry back 那这要在12个月之内 完成 把这个capital gain 去掉 剩47.7的这个 47.74的这个 dividend的税 然后呢 如果在一年之间 不能完成 那就要走pipeline 没有时间限制 但非常之复杂 非常之复杂 这个 再一个就是公司保单 自己给自己打 打pipeline 不但可以pipeline 和loss carry back 一块用 还不用这个时间限制 对吧 然后呢 自己呢 还能这个退休 还能退休用 因为我们什么bass zone呢 都没有db或者dc的pension 对吧 那我们只能自己给自己 赚退休金了吧 那我如果能公司呢 让我一辈子退休 无忧 why not 对吧 所以用公司保单的 给自己呢 做退休金 同时呢 还可以 因为是有价 证券 你的资产呢 去贷款 连本贷息 税务局买单 然后呢 我们今天呢 做了一个案例分析 非常快的呢 go through了一下 当你持有 不同资产的情况下 你同样的成本 两个million的房产 你最后呢 拿到个人手上呢 是 3.4个million 你两个million成本的保单 拿到个人手上呢 是8个million 好的 这个呢 就是我今天的这个讲座了 这个真实案例呢 也是跟大家分享过多次 两个富翁 不一样的选择 这个王永庆 是台湾的石油大王 对吧 那么在石油化工 这个是第一把交易 活着的时候呢 这个政府 没法收你的这个税 对吧 没法收你的资产 那么 你人走的时候 就一个资产 在分配的一个过程 那么他被这个 税务局呢 对 被这个台湾政府呢 收了119个亿的 这个遗产税 创造史上 最高遗产税记录 他没有钱 不可能这么多现金 这样的话呢 这个台湾正非常开心的 收购了他20%的这个股 股权和股份给收走了 蔡万林呢 是他的台湾首富 蔡万林啊 他本身呢 是做保险信托业务的 他作为首富的话 他只是象征性的 给台湾当局呢 交了5亿的 这个税 我们大家来看一下 如果你不做税务规划 那我们辛辛苦苦 运营 这个 公司 真的就是给税务局打工 有很多这个同行 或者客户 开玩笑 就是说 我们12.2的税率 把这个羊啊 养肥了 最后一刀杀 全都送给了税务局了 好的 谢谢大家 我们常常说的 就是知识就是财富 时间就是金钱 我希望我们每一个知识点 都好好的去体会它 让这样的话 通过不断的学习 让我们的这个财富呢 配得上我们的这个知识 作为这个financial planner 我的一个工作的话呢 就是这个图 六大部分 cash flow management 我们做任何事情 你这个钱从哪来 你做任何的这个投资 你想拿得住这个钱 拿得住这个房子 你拿得住这份投资 你一定不能是负现金融啊 你这个钱的 现金融管理是foundation 然后呢 在这个有了钱 请投资的基础上呢 做好你的risk management 你这个人寿大病 对吧 disability 然后呢 做investment 当然就是risk的这个questioning 对吧 能够承受最大的风险 等等等等 然后做投资的一个plan 作为怎么能少交出用几点税 对吧 怎么能让我们辛辛苦 存在前的这个retirement的时候呢 一辈子退休无忧 同时呢 真的是站在这个金字塔的顶端 不但自己一生啊 退休无忧啊 同时呢 还有一些钱能留给我们的孩子 让他呢 站在我们的这个肩膀上 能够能够有将来呢 做他们自己喜欢擅长 更有发展的事情 这个呢 就是我今天的跟大家的分享 谢谢大家 谢谢Ivy Ivy 你有没有你的这个联系方式 先放在屏幕上 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因为每一期Ivy的内容 我觉得都特别精彩 就是每一次听你讲完之后呢 我记得你之前说过一次 你就说 其实保险 它不只是保险 它是整个一个体系 就是关于护道 我们每个人一生的一个 财税的一个体系 就是每次听你讲完 我都对这句话 有一个更深的认识 我觉得 是的 以后希望有机会呢 跟大家聊 Cash Flow Management 你就会发现 保险也是 Cash Flow Management 里面的一个很好的一个Tool 因为我刚才没有计较 你会发现 你所有跟保单借的钱 你是不需要去还的 对呀 所以你看 刚才就是在你讲到 这个Cash Flow Management的时候 我就突然间想起 因为你说任何投资 其实你是需要保证一个正现金流的 对吧 那么这个 当然它是一个风控的 很重要的一方面 那我就在想 你说比如说 现在对咱们房东网内部的 这么多房产投资人 现在的这个市场 没有几个有正现金流的了 基本上 所以特别是公寓 我看那天看一个报道 说50%多的投资人 都是负险金流了 我就在想 哎呀 那如果说按照这个理论的话 这大家做的 这真的都是风险投资 现在看来 对 大家呢 就是说 当你低利息的时候 你房子 我们叫self service 对吧 就是自己养自己的时候 你拿五个八个 五个十个八个房子 你没有压力 对吧 你真的是可以长期持有 让它翻两倍三倍 甚至更多的价值 但如果这个房子 你一个房子贴一千块钱 十个房子贴一万 你就拿不住了 对吧 是 你就会卖掉 这样的话呢 以后呢 希望也可以跟 有机会跟大家分享 我自己是怎么样做 这个投资房 现金流管理的 现在做了一个crisis 就是我不拿morgans 我拿long credit 因为long credit 是interest only的payment 是 而且呢 我可以反复的 从long credit里面 拿钱呢 去付我的这个利息 等于我没出钱 嗯 对 确实是 所以这套思路 也许在下一次哈 Ivy这个是第 咱们今天是第三次 是吗 嗯 对 是第三次 今天是第三次讲座 对 所以下一次讲座 也希望Ivy能再安排一些 这个你自己对于这个房地产啊 这些资金的运作 和管理方面的一些经验 哈 好的 好的 那咱们 你看咱们今天讲了这么多内容哈 呃 也很多内容很深 呃 那我呢 看到有一个朋友 他想 他问一个问题哈 他说的就是 呃 呃 就是在这个 讲到的这个 capital gain harvest 这个呃 概念里面哈 呃 我们 我我记得在那个股票市场 有一个呃 呃 规矩是说 你的这个股票的买卖在30天之内 就如果你卖掉了 你不能在30天之内 再买进 因为否则好像会涉及到一个呃 税的问题是吗 那么这个会在你所说的这个 capital gain harvest 这个范畴里 他会受影响吗 呃 30天之内不能买卖 那个是capital loss 哦 那是指capital loss 对 那个是他叫superficial superficial capital loss superficial loss rule 就是说你看很多人吧 他到年底的时候 他一看 哎呀 我今年这挣钱挣得太多了呀 我这个 我这个税太高了呀 那怎么办呢 我干脆把这股票给他卖了 我成心让他loss 比如说我这个个人收入是30万对吧 我股票卖了 卖卖了之后 我亏了15万对吧 嗯 那我不就变成15万的收入了吗 然后呢 转售后再给他买回来 嗯 啊 那就是说他纯粹就是为了 create一个capital loss 把他整个税率降下来 这叫 对 然后这样去操作 嗯 这样操作之后呢 他他觉得他很聪明 他就少掉税了 对吧 税务局呢 就说了你要是呃 赶30天之内买回来 我就认定你这个loss是假的 啊 对 那个是你怎么样create loss去减低你的这个税 我讲的这个呢 是你怎么create again去减低你的税 哈哈 所以这个就经过这么长时间 税务局已经被消费者educate的非常聪明了哈 几乎把所有可以堵的漏洞都堵住了 对因为在加拿大的他是一个case law嘛 对吧 嗯 case 就是说你能想到的 他就一个补丁贴上去了 你又发现一个东西又一个补丁贴上去了 所以说呃 加拿大的这个税法呢 是交织在一起的 嗯 所以其实你所说的这个capital gain harvest 我们再强调一下 他其实是指在cda账户里面 利用呃 投资去产生新的增益 帮你自己扩大cda的份额 是这样一个理解吗 哎呀你真是非常非常的准确 capital gain harvest在哪呢 我看看啊 嗯在合适比较前面 应该是这个 应该是这个对吧 嗯 我们如果在个人名下 你做这个股票投资的话 你一般你会是呃 buy and hold的对吧 对 你就是买 然后吃有多少年 我从一块钱涨到十块钱 要涨到一百块钱才好的对吧 我一块卖我挣好多钱对吧 嗯 但是你在公司下面呢 你就不要这样做 从一块钱涨到十块钱 就赶紧卖 嗯 然后你十块钱再买回来 那你一块钱到十块钱 你是不是有五块钱 就不用交税啊 嗯 十块钱涨到二十块 你有一个十十块钱 你是不是有五块钱 不用交税啊 啊 这样是一个trick 对就是difference 在个人和公司投资的 这个策略上 不一样 有这样的不一样 对 嗯 公司的钱你拿不出来的 你必须 我们一开始就说了 你要不就是发工资 要不就是dividend 对吧 嗯 你想拿出来 你想不交税 门都没有 只有一个cda 嗯 这个cda呢 要不就是你买卖股票 要不就是买房子 买卖房子 要不就是你这 我死了之后的这个 life insurance per cease 对吧 嗯 我死了 我死了以后的事 以后再说 对吧 那么我们现在 能不能活着的时候 就能够把这个cda 给他build up 这个balance 那你就当然就是 卖股权 那就是卖那个capital gain 的这个资产 对吧 嗯 你同样从一块钱 持有到一百块钱 买出 你中间不断的买卖 不断的买卖 你cda就出来了 啊 是这样 其实就给自己 对 给自己创造了一个 对 一个更多的cda的空间 嗯 那么 你只要cda有balance 所以你就可以免税拿出来 嗯 这个是个很smart的方法 嗯 那么如果 咱们 因为今天概念比较多 你看这个 涉及到cda 是这个capital gain harvesting 那刚才你又说到了 就是说比较 针对大额的 我们是叫capital gain stripping 啊 那咱们 呃 我觉得再回顾一下哈 就是 这个capital gain stripping 嗯 它好像这个过程 也是特别的复杂 这个或者再跟大家 再clarify一下 刚才我自己听的时候 都有一些 糊涂 原理物理的是吧 对对对 对 capital gain harvesting 就是说 你首先你的是买了股票了 对吧 嗯 你股票增值了 对吧 它本身就是一个capital gain 嗯 那么再证明一下 capital gain本来就有一半 不用交税的 对吧 对 所以在公司 本来也就应该有一半 不用交税 对 那这一半就应该 就就进cda了 对吧 我就自己给自己 放这样的一个cda 嗯 所以没什么 没什么 违法的事 对吧 嗯 它本来就应该这样的 只不因为我 到了这个支持点 我给它 卖了股票了 所以我就有了cda了 嗯 我要布置这个支持点 我没卖 那我就没有cda 对吧 嗯 嗯 所以它并没有任何的 这个 这个税法上的风险 嗯 但是这个capital gain stripping的话呢 是把你的这个 应该交分红 47.74的税 硬给它变成了 呃 dividend了 你看了吧 嗯 我把这放大哈 你是no stripping 你正常就是说 我挣了100万对吧 我交公司12月2的运营税 那我就算的不准 对吧 就随便这么说吧 因为它这个 应该是有了这个 26.5 一部分是26.5了哈 嗯 好 那假如说你 rich only剩了这么多 然后呢 你 你是不是得分红出了呀 对 到这 你47.74 你这个钱要出来 只能分红出来 对吧 对 没有别的办法 你看这儿 从这儿变成capital gain了 这个87.8要交分红税 才能出得来 为什么这80多万 就变成了capital gain了呢 嗯 这怎么变的呢 就是利用税务局的一个税法 你可以通过这个lawyer和这个content 给你进行一番操作 把你 它其实是成立了一个新的公司 把这个公司卖给那个公司 就是说我这个 这个钱不是 对不对 变成了 买卖公司赚的钱了 变成了capital gain 嗯 为什么会给人家 5万块钱 对吧 是因为 人家把你 该交 42万的税 给你降成24万 你凭空多出来了 18万 对吧 嗯 诶 所以说这个呢 就是说 你不需要有capital gain 嗯 你根本就是运营收入 嗯 生生的把运营收入 啊 给变成了capital gain 这差距可真太大了啊 嗯 完全不一样 就是说你看着 好像这名特像啊 但是它非常负用高 有税务风险 因为CR1天天跟那叫 你知道吧 2017年 税改说就说了 这个我要给他查你们去啊 这个不能做了哈 今年这个 这个税务预算出来之后 又说了 这个我要查 我不能让你们做了 哈哈哈哈 是啊 那如果说 真是有这么样大的漏洞 肯定会引发 CRA的注意力 对吧 它这硬生生 一个公司就少收了 十几万的税啊 它这是 对啊 这硬生生的把这个 运营税 看了吧 对啊 应该分红出来的 它硬着的变成了 capital gain 嗯 这就是税法不断的 大家的聪明才智 在不断的推 推进CRA的进步 激励CRA进步 哈哈哈哈 所以这个 这个税法就越来越厚 是 是是是 我还一个问题哈 就刚才 你看在你回顾的时候 呃 又讲了一下这个 LCGE 卖公司的这个 规则 对吧 那我就在想 嗯 有没有可能 有的家庭 他可以把 比如说自己的 下一代子女 呃 提早加入公司 作为股东 那么这样公司 在往下传承的时候 比如说 老股东去世了 那么他现在公司 现有的股东 是不是就直接 接收了这个 呃 公司了呢 你直接加股东的话 直接加在现有公司的话 肯定是不行的 就相当于这个公司 我这时候就给卖一部分 卖给你的别人了 那你 那你活着时候就得交税 所以加的时候 其实还是相当于 公司股份的转让 对吧 并不是说 我在公司 变更一下 这个股东就可以了 嗯 比如说 假如说 咱俩是一家子的 对吧 本来这公司是你的 对吧 你百分之百持股 然后呢 我没事也掺和了一下 百分之五十变成我的了 嗯 那那那你 那你凭空就消失了 百分之五十的资产啊 对吧 嗯 那你肯定是卖给我 对吧 嗯 但是家人 在数据业上呢 你要卖 你要是卖出去 所以说 你等于在活着的时候呢 你就 就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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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要交水了 嗯 等于是我的这部分公司 就realize了一些 呃 capital gain了 相当于 或者是 等于说你 对 等于你活着的时候 你就 我们得交出去 你看刚才我说了 这个人 这个八百万房产的 这个人 对吧 他呢 是人 你看 他是走的时候 他是deam的disposition 对啊 嗯 他没折了 他人到了最后 last minute 人走的时候 你需要收 我也没办法了 对吧 他才交了 他这个股权增值 税两个million 对 那你要活着的时候 中间某一个价值的时候 你就卖了 那你就活着的时候 你提前把这税给交了 那活着的时候 他可能是按照公司 当时的这个商业价值 去计算的 但无论如何 假如说你当时 商业价值是四个million 对吧 那你想说是卖一半的话 那也有五十万的税 你得先掏出来 嗯 对 那么就是 其实就是一方面是 嗯 对 一方面是看他是不是预期 他的公司后面会有持续的 这个增值 对吧 可能另外一方面呢 还真是要对于 家人或者说跟他partner的 这个人 他要足够信任 他把这部分资产 卖给他形成 在公司里面形成一个新的股权架构 这个基本上是不会卖给外人的 嗯 这个呢 就是给子女 对吗 对 你说的这个呢 其实我知道你脑子里想的是什么 你想的是这个 I say phrase 我们常常说的资产冻结 资产冻结 其实呢 这个我可以跟大家分享 这是我去年做的一个case 这个51岁的这个cat 他们做了所有的公司架构了 你看他有一个family trust 对吧 family trust的持股 运营公司和hold the code 嗯 他呢 持股prefercial 就是优先股 然后这个持股 他们很显然 他其实就把他现在upcode 就公司给他 给他freeze了 你知道吧 freeze到了12个million 其他所有的增值呢 都不是他的了 变成孩子的了 变成其他人的了 这就是你刚才说的 我能不能活着的时候 把我的这个这个这个 嗯 家的 他其实不是家 他是成立了一个新公司 发行新的 common shares 因为prefercial 它不会 价值不会涨嘛 这个很复杂 这个但是我知道你想的是什么 你说的是I say phrase 嗯 哦 ok 那他I say phrase 他是为了避免最终 把公司传给家人的时候 产生税收是吗 继续 你想他现在 市值都12个million 那以后变成 要变成120个million 怎么办啊 那也交多少税啊 对吧 嗯 他把他现在公司价值 这个freeze到12个million了 以后所有的增值 都变成其他人的了 孩子的了 嗯 那么他自己就交这个 为这12个million的去交 我也可以跟你继续往下看 其实我没想讲这个哈 比如说他 我们当时看到他 他有一个needs 就是说 他将来这个prefercial 是需要买回来的 假如说他需要 他需要6个million买回来 他还有其他的一些 business assets 以这个人的RSP 所以你可以算出来 将来的他需要交的税 是9.8个million 他不会用这个公司 以后的增值税 跟他没关系 你知道吧 就是现在 还有一个prefercial 他在buy back 他需要9.8个million 你需要9.8个million的话 你要 假如说你真的 你需要9.8个million Yuki你会怎么办啊 那就不知道是不是 我不知道怎么办 没有想象 假如说我知道 我40年之后 我需要90万 又需要9个million 对吧 那我只能存卖 对吧 对呀 你就慢慢存卖 假设你的回报率 是5%等等等等 你再存6.8个million 你的成本啊 是存6.8个million 你将来才能有9.8个million 你要是买人数保险的 你总成本是4.15个million 一年交了512107块钱 你看了吧 然后呢 你的这个总成本的话呢 你是这么多 你将来可以拿 找1000万的利品 你说我知道保险好 我干脆用爱飞贷款吧 对吧 爱飞如果按那时候 那年的这个利息的话呢 对爱飞的总的成本 是1.69个million 那你说这个人 他知道他将来 又有这么多的 tax liability 他会怎么办 那肯定选那个成本低的呀 对呀 去选的爱飞这个 嗯 对 这个呢 对不是我们今天要讲的东西 今天呢 是越来越复杂 对我知道呢 就是今天的讲座呢 一定提问会比较少 因为我每次讲的 大家都花花很多问题 对吧 今天是讲的 因为实在是太深了 所以说呢 但是我觉得呢 就是因为深 所以才值得我们这些 同行来反复的讲这个问题 嗯 反复的讲哈 确实是 就是大家也是从不同的专家的讲座里面 可以把一些知识点 一方面是不断的复习 另外一方面融会贯通啊 可能啊 甚至于我的理解是你们每一个人虽然说起来都是做保险 但是每个人可能呃在做一些方案的时候思路不一样 给的strategy不一样 做出的方案也会不一样啊 所以 对方案肯定是不一样的 对对 所以每个人做的方案都不一样 是吧 对 就是可能每个人觉得呃侧重点也不同 我是更注重风险的防范 还是更注重这个呃效率的提升 或者是更注重远期的效益 呃 这个可能考量也也跟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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消费者的 他的现有的财产状况和家庭状况有关系 是吧 这些都是要综合去做 是的 所以说我的这个业务呢 其实就是首先就是咨询 哦是咨询啊 嗯 就是你得先看一个 你得先有一个plan 对 你得先做 所有的这个我们说啊 financial这个plan的也好 它都是呃 围着这个税赚嘛 对吧 嗯 你少给税务局了 意味着你自己就多了呗 对吧 反正这么多钱 嗯 那么我们再会做一些税务啊 退休啊 投资的规划 会做公司架构和资产传承 我们是一个team 啊 我们有合作的这个会计师 律师 嗯 嗯 而且我有那么多advisor嘛 所以我们是一个团队的一个合作 团队的一个合作 然后呢 真正的 若是到产品上的话呢 就是保险和这个投资两框 这个保险呢 这个保险呢 就是个人企业信托啊 嗯 真的是越做越复杂 开始都是个人的保险 然后企业的保险 现在又开始信托里的保险 然后这个保险的这个钱从哪来 啊 我可以说因为我本身就是专家级的贷款啊 只不过我现在不错了啊 嗯 啊 IFA这个保险的贷款 以啊 我说我是专家 也也也也不夸张 哈哈 啊 然后呢 我们就会做一些啊 基金的投资 segregate fund的投资 啊 这就是我们整个的这个业务 嗯 这个呢 是我的微信啊 我的电话 email 我呢 有个YouTube频道啊 上回一个一个 上回一个一个 对 比如说我看到就留言说打不开你的频道 对 后来我发现就是 其实我那个名字叫Ivy理财 你去测试一下就能打开了 哈哈 这样就会简单很多 哈哈 啊 好 啊 可以 那那今天咱们差不多讲座内容 呃 大家回去可以再反复的观看一下哈 然后针对其中某一个环节 如果还有一些呃问题 或者需要Ivy团队帮你们做一个整体的这种 柴续的规划和安排呢 可以在线下和Ivy 啊 进行一个联系 然后详细的咨询 当然了我们今天的讲座内容会 一直放在房东网的YouTube频道上哈 给大家去不断的复习 学习用 嗯 那今天也感谢Ivy的讲座 也感谢我们的呃观众朋友一直陪伴到现在 呃 呃咱们下期再见 好吗 好的 谢谢Yuki 好 谢谢Ivy 大家再见 谢谢大家 好的 拜拜 好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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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